大家好 欢迎来到大雄的YouTube频道 喜欢大雄节目的朋友们可以点击订阅 防止失联 据乌克兰《真理报》27日报道 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局长瓦西里·马柳克 在接受乌媒体采访时承认 乌国家安全局在去年10月 克里米亚大桥爆炸事件中采取了某些措施 但拒绝透露更多的细节 另一方面 乌克兰高级官员27日表示 乌军已准备好随时发动反攻 从俄军手中夺回领土 目前只等适当的时机 俄罗斯副外长加鲁金则提出停火的条件 包括承认俄方目前占有的土地 以及乌克兰放弃加入北约及欧盟 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局长马柳克称 按照国际法和战时惯常做法 克里米亚大桥属于不得不切断的敌方后勤补给线 因此 乌方相应的采取了某些措施 马柳克同时承认 去年10月 位于塞瓦斯托布尔和黑海舰队基地的一艘舰船 遭无人艇的袭击 也是乌方一次有计划的特别行动 去年10月8日 克里米亚大桥公路桥上一辆卡车发生爆炸 导致与公路桥并行的铁路桥上 以货运列车所载的7个油罐被点燃 公路桥部分路段受损坍塌 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随后援引 乌执法机构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 克里米亚大桥爆炸 是乌国家安全局采取的一项特别行动 但乌国家安全局一直未雨置平 乌克兰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秘书 丹尼洛夫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 乌军已准备好对俄发动反攻 他没有透露反攻具体日期 只表示反攻可能在明天后天或一周内开始 丹尼洛夫指出 乌克兰当局在这一决定上没有犯错的空间 因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乌军不能错失 在巴格木特前线 瓦格纳离开了阵地 局势立即变得紧张起来 在阿尔乔莫夫斯克市 西北部的阿列克赫沃 瓦西里耶夫卡地区 乌克兰武装部队 击退了东巴斯老战士志愿团的攻击 并将老战士志愿团 向东北方向击退一公里 双方在人工林地带展开的争夺战仍在继续 阿尔乔莫夫斯克 及巴格木特的战斗仍在西郊激烈进行之中 俄海军北方舰队第200独立 禁卫摩托步兵旅 阻止了乌军在赫罗莫沃方向的攻击 俄海军陆战队在巴格木特的北部通道上 对俄罗斯武装部队主力的侧翼 进行了极其严密的防御 27日 俄海军太平洋舰队海军陆战旅 则进入马林卡西郊 这里主要是斯仁迪亚的住宅 全市共有街区59条 目前俄军控制25个街区 马林卡的局势对乌克兰武装部队来说 仍然非常困难 值得注意的是 俄军继续从几个方向积极推进 此外 扎布罗热地区行政主要委员会成员 弗拉基米尔·卢格夫27日说 针对俄罗斯媒体记者的袭击 在扎布罗热核电站所在地被阻止 但没有提供细节 据乌美报道 5月27日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 瓦列里·扎如日内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则视频 画面中 乌军士兵齐声呐喊是要反攻 西方援助的暴制坦克也在其中亮相 俄国防部在美日战报中表示 拦截了两枚英国制造的风暴之影 远程巡航导弹 19枚海马斯多管火箭弹 两枚高速反辅射导弹 以及12架无人机 如果消息属实 将是英国的风暴之影导弹 供应于乌克兰后 首次被俄军成功拦截 英国国防部暂时未有回应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 德佩斯科夫表示 西方进入乌克兰的冲突与日俱增 但俄罗斯无论怎样 都会继续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 以保障自己的利益 他又说 乌克兰的冲突升级到目前这个地步 按理说西方国家应该清醒过来 但遗憾的是 西方没有 俄副外长加如金接受塔斯社访问时 则提到停火的条件 包括乌克兰停止敌对的立场 西方停止运送武器给予乌克兰 至于要达至长久的和平 乌克兰需要放弃加入北约及欧盟 恢复中立的地位 并承认目前俄军所占领的土地 以及将俄语列为法定语言 确保在乌克兰的少数俄罗斯人得到保护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 美欧之间的军事 政治合作会空前加强 这意味着在未来 美国的军事行动 政治动向乃至于经济节奏 欧洲都会一步一趋 至少不会再像特朗普时代那样 貌合审理 这样一来看清楚了 这对于他们想遏制的某些后发国家而言 其实是非常不利的 跟所谓的唇王齿寒恰恰相反 试问 从来就没有唇齿相依过 又弹劾唇王齿寒 后发国家从来都是在前国之间的矛盾当中 获得飞速发展 前国之间的矛盾少了 变得越发铁板一块了 是好是坏呢 就连一贯和俄罗斯走得最近的德国 也彻底和俄国翻脸 停止使用俄罗斯的天然气 大规模援助乌克兰进攻性武器 大幅增加军费开支 甚至于就连瑞士这种200多年的永久中立国 也参与到了打击俄国的联合阵线中 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 赋予了瑞士永久中立权 自那以后的207年以来 瑞士从未参与过任何一次国际制裁 或军事行动 可是这个数百年的传统 在乌克兰战争中被打破 2022年2月28日 瑞士宣布将参与欧盟 对俄罗斯的一篮子制裁计划 冻结俄罗斯有关个人和机构在瑞士的资产 最后必须要提到的是 历史上后发国家的崛起 一定要一个相对安定的国际环境 绝不能调入军备竞赛或军事对抗的陷阱 很多人天真的以为 如果美国的力量用来围堵俄罗斯 那么东方世界就会感到轻松 它可以分担一些压力 但复杂的国际形势远远不是简单的加减法 事实上 本次俄国的军事冒险 会招致国际社会最严厉的制裁 这恰恰会削弱它本身的综合国力和战争潜力 导致它在未来的长期竞争中更加处于下风 实力受到削弱的俄国 恰恰无法再分担压力 相反 受到本次战争严重刺激的美欧同盟集团 会打破长期以来的传统 大规模的增加军备力量 以应对可能的威胁 试问 当整个世界都进入军备竞赛的轨道 又谁能独善其身 而且在未来 一旦俄罗斯战败 那么克里姆林宫很可能一主 会上台一个亲西方政府 那样形势将更加严峻 俄乌战争将俄罗斯的底裤彻底曝光 俄系科技和武器的神话 犹如皇帝的新装 已然被戳破 世界上的主要大国 将重新评估自身的实际能力 客观认知 真实的国际环境